你先喝一杯 他本身對他就做不到的 最近就開始有癲癲症 有段時間好一點 所以我就以為他沒事 我出去做事就是為了做運兩餐 但是這樣想起兒子在 根本就不行 醫生怎麼說 他對我去首醫的大醫院 但是我連這裡的醫藥費都付不起 我已經不可以再借錢了 對了 對方的律師說可以給我250萬元 等我撤銷你的書就會比買比書 所以我想撤銷你的書 他們的手法 我撤銷你的書